我覺得你是發的夢 是疑夢 當我聽到的時候 你就說你本身是一個很怕看暴力片 恐怖片的人 任何暴力 血聲 我見到血都會暈的人 對這些都沒有興趣 我盡量避免看 這些都沒有什麼益處 我自己也不喜歡 你對於《聖經》《啟示錄》 其實你不太熟悉 你不太知道《聖經》所說的敵基督 將來會怎樣傷害人 你也不太認識 《啟示錄》我有納覺 但看不明 我夢裡的恐怖情況 我不覺得我在《聖經》看過 你的夢所說的內容 就不像《聖經》某一節說的 但符合了《聖經》所說的末世大災難 我覺得你是異夢 因為你所形容的情況 那種迫白就是《聖經》所說的 將來有的迫白 你現在試試形容你的夢 好嗎 我的夢開始 天色是無光的 無星有無月的 是很暗黑的 其他背景的顏色是暗紅色 類似血一樣 那個地方是一個城牆 它是由低 有條路走上去 排在那裡的人是非常多 看不到盡頭的 他們是被迫排隊 他們是被迫排隊 但沒有人看守著它 但反正好像被人押在那裡 好像押反一樣押在那裡 那條路很長的 看不到盡頭 這樣在城牆的上端 有一班人在那裡 好像覺得自己在做審判 那班人是非人來的 不是像人形 是類似人形 但他們是很憎怒 很恐怖 臉是比正常的人大很多 有一個頭頭的 有一個好像大哥 後面是有幾個跟著他 真是很恐怖 他們拿著不同的武器 我不想太仔細形容這些武器 有那班人排隊 有些是一家人 有些是自己的 有男也有女 他就用一些很恐怖 令到你很恐懼的語調 去威逼他們 跟他們說 你現在就要選我 你選了我跟我 你現在就沒事 你現在不跟我 我用不同的方法 不同的好形去折磨你 你不會馬上死 你不會馬上死 你會慢慢死 這樣呢 有些人說 我不信你 我信神 他說 我再問你一次 你真的不信? 信我? 他說 就是 他就把他抽起 用很多方法 很多不同的方法 不同的工具 折磨到他 沒有了最後一口氣 差不多沒有了最後一口氣 然後在城牆那裡 調了他下去 接著他就看個隊 其他人說 你不跟我 你就像他那樣 很多人在那裡絕音 很多人哭 很多人害怕 很多人想走 但是都走不掉 有些人害怕到 膝蓋都軟了 說我跟你了 我跟你了 有些整家人 你眼看我眼 為了恐懼 有些父母 叫子女說 不要了 你信他 跟他 至少我們現在不用死了 那些子女 就要跟父母這樣說 但中間也有很多人說 我信實 我不會跟他 那 逐一個他會用一些很恐怖的形式 去慢慢慢慢地折磨他 中間是真的類似恐怖片 是很血腥的 我不敢仔細地形容 因為我醒了 我都很害怕 嚇到我頭很痛 然後 讓他們看 他們越看越害怕 變成了 在那個隊裏 那些人 他就知道 要是現在跟他 要不然我現在 就死無全屍 還有要被折磨一輪 才可以去做 但我跟了他 我就是跟 就是跟了魔鬼 有些人很掙扎 有些人是很堅定的 但很可惜 掉到的人很多 因為這個場面太恐怖 和太恐懼 和你是無力的 所有的東西在他控制之中 那你會看到那些人 那個人陸陸陸陸陸那樣 給他施以耗刑 然後陸陸續續有人在恐懼、驚慌、流眼淚、吼哭、哭之中跟著他 我看見這個場面,我真的看不到下去 我很害怕、很恐懼 接著就摘醒了 摘醒了之後,我的頭很痛 那我就立刻祈禱,給我平安,祈禱我平安 我不知道為什麼發覺這個惡故 因為我睡覺之前是在做很正常的事情 沒有看新聞,很正常,做平時做的事情 沒有看任何血腥、暴力、恐怖的場面 我也沒有預期,也不想有這個夢 我並不是說得十分仔細 因為那個場面實在太恐怖了 你可不可以再形容那些人和領袖的樣子 他們穿的衣服 你見到什麼細節可不可以形容他們 那個領袖是黑與紅之間 鼻涕那些都是藍藍灰灰、啡啡的 他們不是正常的樣子 不像人那樣肉色的臉 他們的眼睛又好像魚眼那樣 很大、很擴張 那些臉有些青、有些啡色 而領袖的臉是灰黑色的 每人手上都有不同用作號形的工具 你很多年之前曾經有發過夢 是見到末期的 你可以再講一講 是多少年前 大約多少年前的夢是怎樣 我想發覺很多年 不知道七、八十年至十年以上 那個夢呢 我想簡單來講 就是很多瓊子在血海之中的反逃 而那些屍體是佔滿了整個海洋 是上千的 那個情景是 而且天是暗淡無光的 另外就是有些大象堆積成的屍體 是灰灰的白 不是正常象的灰色 好像一堆山頭 這樣一堆堆的堆上去 在最上面有些未死的大象 是在那裡哀嚎的 那他們的嘴都是流著鮮血的 就是最後那個異象 是一個 在漆黑的天空 在漆黑的天空 在上面有一個血紅色 好像一個淌血的月亮 就是不是說 油顏色這樣 全部紅色這樣 好像會 就是有些血流下來 有些動動這樣 是非常之恐怖 非常之驚慌 所以其實你兩次的二夢 都是好像神特別給你看到 一些末世的事 而你本身是沒有什麼想 末世的事 就是發這些夢之前 我 我是沒有預期 如果你問我 當然是不想發這類的夢 即是說上次那個夢 是有初頭一段 你是和家人在吃飯的 是呀 就是做一些正常的人 正常人發的夢 去吃東西 逛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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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之前那個是 去圖書館 接著就有三個語障 就有一個聲音 那聲音你覺得是耶穌還是天使 沒有 真正是聲音 他是一個和我 就是好像是 他不用說話 我們是用 不用用語言去溝通 但是我 我感覺上他是 他是天使 他剛才說 我現在來到 我要帶你去一個地方 我說 你帶我去什麼地方 他說 我要你遇見末日 我說 不要了 我說這些東西一定是不好的 我說 你找個別人去做 我不想見 也都 我不覺得我可以承受到這些東西 他說 他帶神子派我要你去看 我都沒有回答他 我已經去做 我已經突然間去到他要我去的地方 就看到這幾個異像 先去圖書館 先去圖書館 異像是在一層樓那裡 一層樓就是一個異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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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去不同的層 一層一層那裡去看這個異像 看到最後那個堂 他就原諒我 我說 我真的是 我是哭醒的 OK 而發這些夢之前 那些日子 你也沒有說 聽到末日 沒有說想這些事情 是吧 一般人 都是想學玩樂 過正常生活 不會說想末日 都會看這件事 是很遙遠的事 是吧 我們眼前有經濟 等等等等的事 家庭 學校 弟弟在學校 正常的生活 你會覺得是做這件事 老實說 我很少很少想到末日 因為這個題目 太過不容易 我想大多數人都要避免 避免講這個題目 或者我不會特別去想 我自己就不會特別去想 我知道有這件事 但我不會特別去想 感謝神 感謝神 因為神給你看到這些異象 就是對世人的一個警告 就是耶穌快要回來 以及基督徒需要暫立得穩 不讓這些事情影響 不讓將來敵基督出現的時候 逼迫我們 我們失去救恩 去否認耶穌 是靠耶穌暫立得穩的 多謝主賜給你這些異夢 那我從你不喜歡看鬼戲 恐怖片 暴力片 以及不想這些事情 我就看到這個是神特別給你的異夢 這個不是普通的夢 這就是神透過你對這個世代的人 一個提醒和警告 好 多謝你 我自己看到 就是這個很大的信心的挑戰 當你在這樣的關口 你要選擇 是將會很多人跌倒的 我們要有個心理準備 如果這一天來到 我們可能要經過很多痛苦 才可以 有一部分人 我不敢說那個人 他過到這個關 才去到天國 但如果 他們在魔鬼面前跪下 他們就會失去救恩 所以我們要 心理上要好好的預備 感謝主 多謝你的分享 榮耀歸比主 在正確師兄的見證 我們聽到 Phoebe 本身她是不太認識啟示錄的 她也沒有去想關於末日的 但她有兩次的發夢 都是見到末日的情況 她剛剛這個夢 她就夢見到很多人排隊 要去拜敵基督 而那些拒絕的人 是會被殺害的 其實 聖經是有說的 啟示錄十三章十五節 那裡說 又有權並賜給他 叫壽像有生氣 並且能說話 又叫所有不拜壽像的人 都被殺害 在這裡說到 就是不願拜壽像的人 都會被殺害 這是說到末日的情境 Phoebe在異夢裡 就見到那些人 是用一些殘酷的刑具 來去折磨那些人 然後將他們殺死 即是說 他們是被迫去拜壽的 這也是聖經所說 末期發生的事情 她這個異夢 我覺得是要來提醒我們 真是預備好 預備耶穌的回來 亦都親近耶穌 從神得力 聖經講到 我們受迫伯的時候 不用想過什麼說話 聖靈會指教我們當說的話 如果聖靈會指教我們當說的話 聖靈也會指教我們 怎樣可以逃避這些災難 怎樣逃避被殺 因為在大災難的時期 仍然有基督徒生存在世界上 所以基督徒不是全部被殺的 如果我們跟神有親密的關係 就可以領受到怎樣可以逃避被殺 可以能夠在大災難時期仍然生存 仍然可以作見證 帶領人信耶穌 或者堅固其他的弟兄姊妹 有些人一聽到這個教導 他就即時就會說 災前被提的 所以我們都不需要面對大災難 不需要被殺 其實這個想法並不是根據聖經的 災前被提 很多人以為是取自聖經 但如果你留心看 你看他們所有的教導 或者書 都是用一些間接的經文 不是直接說到被提的時間 是在大災難之前的 譬如有些人用啟示錄三章十節 那裡說 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 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試煉的時候 保守你免去你的試煉 這個經文只是說到 神會保守他們免去他們的試煉 並沒有說到會被提的 經文是沒有清楚被提的 但是呢 在很多清楚經文是清楚說到 就是基督徒是要面對大災難的 以下我是用聖經五點來證明 基督徒被提是在大災難之後的 而災前或者災中被提都是違反聖經的 第一點就是保羅和眾基督徒與主聚集 是在主降臨廢掉敵基督的時候 是在大災難之後的 在貼撒尼加後書二章一節 至到第八節 那裡說到 弟兄們輪到我們主耶穌基督降臨 和我們到他那裡聚集 說到兩件事發生的 第一就是主耶穌基督降臨 然後我們去到耶穌那裡聚集 很明顯 你就這樣看經文沒有一些外家的觀念 因為很多人解釋聖經 就有一些外家的觀念 我們解釋聖經應該是從聖經裡面找到答案 而這個經文說到主耶穌基督降臨 和我們到他那裡聚集 也就是說耶穌回來了 我們就聚集到他那裡 所以次序是耶穌降臨 然後我們聚集 而保羅在貼撒尼加前書四章十六節 說到他復活 然後被提在空中與主相遇 和貼撒尼加後書二章 說到他到主那裡聚集 是同一事件來的 就是說他不會被提在空中與主相遇 然後又回到地上 然後後來又再次與主聚集 或者與主聚集了 又和他分開 然後被提在空中與主相遇 所以兩個經文所說到的 被提在空中與主相遇 就是他聚集到主那裡 同一個意思 同一個時間應驗 所以在貼撒尼加後書第二章一節 說到聚集 亦都是保羅被提的時候 與主耶穌一起 他就說到 有些人就說主的日子已經來了 保羅就叫他們不要輕易動心 不要害怕 因為那個日子之前 亦都是說到主耶穌降臨的日子 上面看到第一節那裡就寫著 帕羅斯亞 帕羅斯亞這個字 在新約聖經說到耶穌的時候 都是說到他回來的 主耶穌回來的 主耶穌降臨的 所以呢 一路說的是主耶穌回來的日子 以前 主耶穌回來的日子 以前 必有離道反教的事 就是很多人離開真道 反對真正的宗教 就是基督教 並有那大罪人 就是沉淪之子顯露出來 而這個沉淪之子 是說明他是抵擋主高抬自己 超過一切稱為神 以及一切受人敬拜的 甚至坐在神的殿裡自稱為神 所以這個就是敵基督了 在主降臨的日子以前 敵基督會出現 並且很多人離開真道 反對基督教 然後這個不法的人顯露出來 另外呢 第八節那裡說 主耶穌要用口中的氣滅絕他 用降臨的榮光廢掉他 那這個降臨也是用 Parousia 這個希臘文字 你上網找三九五二 Greek G-R-E-E-K 就是希臘文這樣解的 你就可以找到這個字的意思 而這裏講到 主耶穌降臨 就要用他的榮光廢掉敵基督 那就是說 主耶穌降臨 在第一節那裏講到 輪到主耶穌降臨 和我們去他聚集 就是當主耶穌降臨 廢掉敵基督的時候 就是大災難之後 因為敵基督是在大災難的時候活躍的 在敵基督活躍的時期的末期 的時候 耶穌就降臨 用他降臨的榮光廢掉他 然後我們就和他一起聚集 這個經文是講到 基督徒和基督聚集 即是我們被提 去到耶穌的時候 就是主耶穌降臨 用榮光廢掉敵基督的時候 就是大災難之後 第二點就是 保羅和眾基督復活被提 是在死被得聖 吞滅的時候 是在大災難之後 首先我們要明白一些真理 就是保羅復活改變形象被提 只會發生一次 即是說保羅不會復活了 又死過又再復活過 他改變形象也是 改變了 成為不撓壞成為不死的 就不會說 改變了又變回 必撓壞又變回 必死的 然後再變過 所以只是一次 那麼被提也是一次 不會被提之後 又下來又被提一次 而保羅復活改變形象被提 是一連串的事件 哥倫多前書15章說到 會復活又改變形象 然後在貼索尼加前書4章 就說到復活然後被提 所以三件事 復活改變形象被提 是一連串發生的事 第二點就是 保羅不會又復活 然後又死又再復活 所以只能復活一次 然後我們就看這些經文 貼索尼加前書4章16節到17節 那裏就說 主必親自從天降臨 有呼叫的聲音 和天使掌的聲音 又有神的號吹響 乃在基督裡死了的人 必先復活 以後我們 者活著還傳流的人 必和他們一同被提到魂裡 在空中與主相遇 這樣我們就要和主永遠同在 這裏講到就是 主會從天上降臨 有呼叫的聲音 天使掌的聲音 神的號吹響 又在基督裡死了的人 就會先復活 以後我們 保羅是很特別的 幾個經文都是講到我們 先我們貼索尼加後書2章1節 亦都講到我們 第一節那裏講到 我們到他那裡聚集 幾個經文都講到我們 即包括保羅在內 保羅會聚集到耶穌那裏 而這個經文就講到 以後我們者活著還傳流的人 即是主耶穌降臨的時候 我們就會和他一同被提到魂裡 在空中與主相遇 即是說耶穌回來 然後基督徒就會復活 復活之後 就一起被提到魂裡 在那裏和主一起 就會永遠同在 就不會再分開了 而肥樂比書3章20節就講到 就是主耶穌基督從天上降臨 祂要按著那能叫萬有歸伏自己的大能 將我們這卑戰的身體改變形狀 和祂自己榮耀的身體相似 這裏講到就是主耶穌由天上降臨的時候 當耶穌從天上降臨的時候 我們亦都會改變形狀 和祂自己榮耀的身體相似 那能叫萬有歸伏自己的大能 將這個悲戰的身體改變形狀 和祂自己榮耀的身體相似 弗洛比書3章20節說到 耶穌回來 我們就會改變形狀 成為好像耶穌的榮耀身體 將這個經文和 臨前15章52到54節 和貼草尼加前書4章16到17節 放在一起 當耶穌從天上降臨的時候 我們亦都會改變形狀 和祂榮耀的身體相似 所以貼前4章16到17節應驗的時候 基督徒都會改變形狀 然後將這個經文和 臨前15章52到54節 放在一起的時候 臨前15章52節 號童末次吹響的時候 因號童要響 死人要復活 成為不扭壞的 我們也要改變 即是在號童末次吹響的時候 死人要復活 成為不扭壞 我們也要改變 然後54節 者必死的既變成不死的 那時經上所記 死被得聖吞滅的話 就應驗了 這要講到 基督徒會復活 成為不扭壞 我們的身體變成不扭壞的時候 變成不死的時候 經上所記 死被得聖吞滅的話 就應驗了 即是死亡就被得聖吞滅 即是死亡不再存在 而在大災難的時候 基督徒是會被殺的 所以死被得聖吞滅 即是再沒有死亡 即是大災難之後 因為大災難的時期 基督徒仍然會死亡的 而將這兩個經文放在一起 寶羅只能夠復活一次 只能夠改變形狀一次 只會被提一次 而且是一連串發生的事情 我們看過 多麽多前書十五章五十二節 講到復活 和變成不扭壞 然後貼前四章十六節 就講到 基督徒會復活 亦都包括寶羅在內 因為寶羅只能夠復活一次 所以這兩個經文 臨前十五章五十二節 和貼前四章十六節 是同時應驗的 然後寶羅和眾基督徒 就會被提 在空中與主相遇 即是說 臨前十五章五十二節 和貼前四章十六節應驗的時候 都是寶羅會復活 然後改變形狀 然後被提到空中與主相遇 而寶羅和基督徒復活和被提的時間 是在死被得性吞滅的時候 而死被得性吞滅的時候 是在大災難之後 因為大災難的時候 基督徒仍然會死 當基督徒不再死亡 死被得性吞滅的時候 已經被吞吃了 已經再沒有死亡 就是大災難之後 所以基督徒復活被提 是在大災難之後 這是第二個聖經的證明 第三個證明 就是寶羅和眾基督徒被提 是在末次浩童的時候 是在大災難之後 在馬太福音二十四章二十九節 開始 耶穌說到災難一過去 三十節說到萬族都要哀哭 他們要看見人子有能力有大榮耀 架著天上的魂降臨 架著天上的魂降臨 他要猜遣使者用號銅的大聲 將他的選民從四方 從天者邊到天那邊都朝聚了來 這裡說到這個大災難過去之後 萬族都會哀了 他們要看見人子有能力有大榮耀 架著天上的魂降臨 即是耶穌會回來 即是在全世界的面前 耶穌會回來 然後耶穌就會叉獻使者用號銅的大聲 號銅在上面有寫到的 Selpiks 這個希列文字 大家找4536 Greek 即希列文 搜尋網上的時候 就會找到這個字的解釋 就是號銅或者是trumpet 即是說吹的號銅 或者是好像現在廣東話 翻譯做喇叭的意思 到底那些號銅是跟我們的喇叭有幾大分別呢 這道聖經是沒有講的 總之是有講到這個號銅 即是說耶穌回來的時候是會有號銅 而這個時候是在大災難之後的 前書15章52節就講到一撒時 雜眼之間號銅沒刺吹響的時候 然後死人要復活 這個時候寶羅會復活 也在上一節我講到 他復活就會改變形象 和被提在空中與主相遇 所以寶羅復活和被提的時候 就是號銅沒刺吹響的時候 然後貼前四張十六節也有講到號銅 主必親自從天降臨 有呼叫的聲音和天使長的聲音 又有神的號吹響 那在基督裡死了的人必先復活 就是講到主耶穌從天上降臨 又有神的號吹響 在基督裡死了的人就會復活 那麼寶羅講到他都有份 然後就被提了 在這個經文裡面講到 就是號銅沒刺吹響的時候 就是寶羅會復活 然後連貼前四張十六節 就是講到 接著就會被提了 因為我們上一節講到 寶羅復活 改變形狀和被提 是一連串發生的事情 好了 既然寶羅講到 這個號銅沒刺吹響 即是說以後再沒有號銅 這個是最後的號銅 首先我們解釋一下 這三個經文所用號銅的字 都是selpicus 都是講到號銅的 寶羅是仕途 他當然會熟悉耶穌所講的說話 所以他是會熟悉 耶穌在馬太二十四章三十一節 那裡講到耶穌回來的時候 就用號銅的大聲 將他的選民招聚一齊 即是說 他熟悉這個號銅的字 而他在臨前十五章五十二節 和貼前四章十六節 都講到神的號 在貼前四章十六節 雖然中文是用神的號 但原文都是一樣 是selpic 所以都應該翻譯為號銅 寶羅在這兩個經文都用號銅 他是熟悉耶穌所講的號銅 他講號銅的時候 應該是講同一個號銅 而不是不同的號銅 如果他知道耶穌有講過這個號銅的時候 他沒有理由會提號銅是另一個號銅 有些人就以為這個號銅不是同一個號銅 是另外一個號銅 但如果保羅知道耶穌有講過號銅 耶穌回來的時候講號銅 而保羅在臨前十五章和貼前四章十六節 都是講到耶穌回來又有這個號銅的時候 保羅一定是提及同一個號銅 如果他是講另一個號銅 他就會說 耶穌回來的時候耶穌有一個號銅 我現在講的是另一個號銅 其實這件事是不可能的 沒有理由耶穌回來有兩種號銅 應該是同一個號銅 所以這三段經文所講的號銅 都是同一個號銅 而既然臨前十五章五十二節所講的是 號銅末次吹響 即是說 以後再沒有號銅 不會有一個號銅 遲過臨前十五章五十二節的 末次號銅 和眾星圖被提的時候 就是末次號銅 以後再沒有號銅 即是說 馬太二十四章三十一節所講的號銅 不會遲過末次號銅 因為末次號銅就是最後一次 不會再有另一次的號銅 所以馬太二十四章三十一節的號銅 都不會遲過他 而馬太二十四章三十一節的號銅 在大災難之後 所以保羅復活和被提 都是在號銅末次吹響的時候 都是在大災難之後 所以這是第三點證明被提在大災難之後 好了 接著第四點 就是講到 馬太福音二十九章四十到四十一節 和路加福音十七章三十四到三十六節所講到的 兩個人取去一個撇下一個 是講到被提的 是突然發生的事 而這個經文所講的是在大災難之後 我們現在看看這個經文 在馬太二十四章二十九節 就講到那些日子的災難 一過去這個大災難之後 三十九節就講到 不知不覺洪水來了 把他們全都衝去 人子降臨也要這樣 在這個經文 耶穌是比較羅雅的時候的洪水和他的回來 他說耶穌降臨的時候就好像羅雅的日子 那時候不知不覺洪水就來到 就將他們全都衝去 人子回來 巴洪水也是用巴洪水這個字 也是這樣的 然後他就講 在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 即是說 耶穌回來的時候 耶穌回來的時候 也是大災難之後 那時候 兩個人在田裏面 正在做事 忽然間 取他一個 撇下一個 取他這個字 在底下 我寫了希臘文出來 就是 paralambano 你查 Greek G-R-E-E-K 3880 就會查到這個字 paralambano 是由兩個字組成 一個是Lambano Lambano 就是 接待 耶穌就是這個 接待 或者是接受 然後 paralambano 的意思是在旁邊 paralambano 即是 接待 帶到旁邊 在馬太二章十三節 天使就叫 若瑟 戴著小孩子 和他母親 逃往埃及 是用這個 paralambano 這個字的 將他帶到身邊 帶他和馬里亞 去到埃及 所以 這個取他一個 意思是帶到耶穌 那裏 帶到耶穌 那裏 很明顯是 跟耶穌一齊 而聖經說到 跟耶穌一齊 就是被提 保羅 在貼撒尼加 前書四章 那裏說到 被提在 空中與主 相遇 就是跟他一齊 所以 取去一個 就是取去到耶穌 那裏 而撇下一個 原文的意思 是真的 扔了不要 所以另一個 就是被棄絕的意思 好了 在馬太二十四章 就說到 在田裏 和這個女人 推磨的時候 取一個 撇下一個 都是一個很突然發生的事 就是 田裏正在做事 那裏 忽然間 耶穌就把一個 拿去他的身邊 就肯定是被提 然後另外一個 就丟下 有人被提到耶穌 有人丟下 而在路加十七章 從三十四節到三十六節 更加加上 兩個人在床上 兩個人在一個床上 取去一個 撇下一個 然後就說到 兩個女人推磨 兩個人在田裏面 取去一個 撇下一個 都是說到 是一個突然的動作 尤其在床上 更加突然的動作 就是在睡覺 沒有在做事 忽然間 一聲就被 拿到耶穌的旁邊 所以這個 肯定是說到 被提在空中與主相遇 所以馬太二十四章 說到 人子降臨 都是這樣的 在那個時候 那一陣間 其實經驗是連續的 那一陣間 那一陣的時候 耶穌回來的時候 兩個人本來在田裏面做工 一個就 拿去耶穌的旁邊 所以這個是說到 被提 而特別是 路加福音十七章 三十四節 說到床上 即是 突然間在睡覺 都突然間有一個 就拿到耶穌那裏 在田裏面做工 又突然間拿去 兩個女人推磨 亦都突然間拿去 即是說這個 不是一個講到 長期的被耶穌接立 耶穌接立為神的兒女 那種的取緒 而是 真是一個 突然的動作 在睡覺 譬如別人說 人信耶穌 耶穌接立 他就不會說 你正在睡覺 忽然間 耶穌就接立你 而這個講到 就是被提 而這個被提的時間 在大災難之後 在人子降臨 就是大災難之後的時候 並不是大災難之前 好了 第五點 從聖經證明 被提在大災難之後 就是在馬太二十四章 和二十五章的時候 講到 善伯和惡伯在號銅響的時候 同時見到主耶穌在榮光中降臨 善伯沒有預先被提去 善伯沒有在災難前被提 我們從這個經文就知道 看得到耶穌回來 基督徒和非基督徒 同時見到耶穌回來 在馬太二十四章二十九節 那裡講到 這個災難一過去了 然後三十節就講到 人子的笑頭顯然 萬俗都要哀哭 然後看見人子有能力 有大榮 要駕著天上的魂降臨 耶穌回來 然後用號銅的大聲 將他的損民 從四方 從天者邊 到天那邊 都招聚了來 然後 羅雅日子怎樣 人子降臨 都是這樣 將他們全部衝去 在那時候 兩個人在田裡 取去一個 撇下一個 即是被提 然後 接著 在這裏 就講到 當時會發生的事 誰是有忠心有見識的 伯仁 這個人忠心 他就有福了 但這個惡伯 就怎樣 他就要重重處置他 定他和 苟武為善的人同罪 再哪裏必要哀哭 切齒了 所以這裏講到 這個忠心的伯仁 和這個惡伯 是同時 見到主耶穌回來 同時要交仗的 忠心的伯仁 就有福了 惡伯 就要被處置 就要哀哭切齒了 然後 在馬太二十五章 三十一節 上面那裏 馬太二十四章 就講到耶穌回來 然後 二十五章 就講到 人子在他榮耀裡 同著眾天士降臨的時候 中民要聚集在他面前 所以這裏所講的 和上面所講的 是一樣的 耶穌在他的榮耀裡 同著眾天士降臨的時候 和上面的經文 講到人子有能力 有大榮耀 架著天上的魂降臨 是同一個事件來的 而如果事件發生的時候 會怎樣呢 耶穌回來的時候 萬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 所有人聚集在他面前 右邊就可以承受那創世以來 為他所預備的國 而左邊的 就是被就座的人 離開耶穌 進入那位魔鬼 和他的使者所預備的 永火裡去 所以就講到 耶穌在天上降臨的時候 就是所有萬民聚集了 信耶穌和不信耶穌的人聚集 信耶穌的意思是 信耶穌而跟從耶穌 只是口話信耶穌 但是生命沒有改變的人 他們是不得救的 因為信心沒有行為死的 即是說那些真信耶穌 而生命有改變的人 他們就會被接立 進入神為他預備的國 然後那些不信的 就會進入為魔鬼和使者所預備的永火 所以這裡就講到 跟從耶穌和不跟從耶穌的人 就會即時面對耶穌 基督徒並沒有預先被提的 所以從以上五點我們看得到 基督徒被提是很肯定 從不同的聖經的經文 證明在大災難之後 我再將這五點簡單地說出來 第一就是保羅和眾基督徒與主聚集 是在主降臨 廢掉敵基督的時候 在大災難之後 在貼撒尼加後書2章1節 主耶穌降臨和我們到他那裡聚集 而聚集 就是保羅只能夠與主耶穌聚集一次 這就是經文所講到 他被提在空中與主相遇的時候 就是當主耶穌用降臨的榮光 廢掉敵基督的時候 然後第二點就是 保羅和眾基督徒復活被提的時候 是在死被得聖吞滅的時候 是在大災難之後 就是在臨前十五章五十二節 就是講到基督徒復活 而包括保羅在內的 保羅就會復活 變成不撈壞 然後貼前四章十六節 就講到保羅會復活 然後被提在空中與主相遇 這就是被提的時候 而被提的時候 就是好像臨前十五章五十四節所講 死被得聖吞滅 死亡被得聖吞滅 再沒有死亡 因為在大災難的時候 基督徒仍然會被殺 第三點就是保羅和眾基督徒 被提在末次號童的時候 是在大災難之後 首先就是 哥林多前書十五章五十二節至五十四節 和貼薩雷家前書四章十六節到十七節 都講到保羅和眾聖徒復活 因為保羅只能復活一次 所以這兩段經文都是同時應驗的 而貼薩雷家前書四章 是講到保羅被提 而臨前十五章是講到號童末次吹響 所以保羅被提是在號童末次吹響的時候 而馬太二十四章那裡講到的號童是在大災難之後的 所以馬太二十四章的號童是不會遲過 所以哥林多前書十五章的末次號童 末次號童就是最後一次以後再沒有號童 而馬太二十四章的號童已經是在大災難之後 所以哥林多前書十五章五十二節的末次號童 也都是在大災難之後 所以保羅被提是在號童末次吹響的時候 保羅被提是在大災難之後 第四個證據證明災後被提就是馬太二十四章四十到四十一節 和路加十七章三十四到三十六節 講到兩個人取去一個撇下一個 是講到被提突然發生在大災難之後的 因為在田裏面造工忽然間拿去 而拿去的字是paralambano 是拿去他身邊的意思是接立去到他身邊 是講到被提突然發生的 而這件事發生呢 是聖經好清楚講到大災難之後 人子降臨也是要這樣 在那時候人子降臨的時候 在那時候兩個人在田裏面做事 忽然間取一個撇下一個 兩個人推磨一個取一個撇下一個 還有在床上睡覺也是一個突然的動作 就取一個撇下一個 所以這個是一個突然的動作 是講到被提突然發生的在大災難之後的 那然後第五個要點呢 就是馬太二十四章和二十五章 是講到善伯和惡伯呢 在號銅響的時候呢 同時見到耶穌在榮耀中降臨的 基督徒並沒有預先被提 即是說呢 基督徒被提在大災難之後的 那在馬太二十四章就講到災難之後 耶穌降臨全世界的人都要面對他 那些世上的萬族都要哀哭 但是在那個時候呢 忠心的伯仁和惡伯 是同時見到耶穌回來 忠心的伯仁並沒有預先被提的 馬太二十五章也講到 人子在他榮耀中降臨的時候 就將萬民聚集 在右邊的就會進入為他們預備的天國 而左邊的就會進入為魔鬼和他使者 在所預備的永火裡 以上的經文我們知道 基督徒被提在耶穌降臨 在這個大災難之後的時候 並不是大災難之前的 有些人就說 這樣就很慘了 大災難 我們要面對大災難很慘的 很恐怖的 怎麼辦呢 其實我們知道神是掌管一切的 聖經講到大災難的時候 講到七人是羔羊開始的 其實七號七雷七腕都是天使開始的 那就是說呢 其實大災難是神開始 並不是魔鬼開始的 我們看另一個經文 在啟示錄十七章十七節 那裡講到 因為神使諸王同心合意 遵行他的旨意 把自己的國吸那壽 直等到神的華都應驗了 那這個經文是告訴我們 甚至那些諸王同心合意 將他們的國給那個壽 都是遵行神的旨意 即是說原來在啟示錄所講到 這個活後災難發生的時候 都是遵從神的旨意 都是成就神的旨意 在啟示錄發生的事 不是魔鬼的旨意 是神的旨意 那有些人就說 哇 連那些諸王都是信從神的旨意 所以他們會將他們的權幣給這個壽 那跟羔羊爭 那哇 為什麼要發生這些事呢 在人體上來好像很難明白 但其實聖經告訴我們 在大災難的時候是神掌權的 我們看到兩個見證人 在啟示錄十一章 那裡講到兩個見證人傳道 他們三年半的時間 跟敵基督的時間一樣 那三年半的時間 他們都是能夠勝過受敵的 並且後來他們雖然被殺 但又復活教人升天 就被我們看得到 在大災難的時候神依然掌權 啟示錄十四章 就講到三個天使在空中 向各國的人傳福音和傳警告的訊息 第三個天使就說 哪個人拜受受印記 他們的份就在流氓的火湖 即是說這個時候 亦都是神掌權的時候 和第五號的時候 在啟示錄九章四節 就要傷害額上沒有神印記的人 而兩個見證人是會攻擊神的敵人 和第一碗的時候 啟示錄十六章二節 就會有惡毒的倉 生在有受印記拜受賬的人身上 第五碗 在啟示錄十六章十節 是講到受的國黑暗了 所以就給我們看得到 原來在大災難的時候神是掌權 有些人就說 為何神要有大災難呢 這個聖經沒有講的 這個是我自己推想 聖經有講的 我們就說聖經是證明這些 譬如我是很清楚用聖經證明 災後被看 但是關於為何有大災難呢 聖經是沒有清楚說 那我就覺得原因就是這樣的 我覺得呢 在現代的時候 基督徒是可以倚靠他們的錢 倚靠他們的財幹 可以倚靠人 但在大災難的時候 基督徒只能夠倚靠神 不能夠倚靠錢 就算有錢都不能夠買東西吃 所以那時候呢 基督徒只能夠多親近神 完全倚靠神 沒有食物怎麼辦呢 只能夠祈禱親近神 所以我覺得呢 在大災難的時候呢 是會有大復興的 基督徒的生命會很大大的復興 被神更新改變 在那時候呢 神會使用他們的生命 作美好的見證 神也都會保守他們的生命 讓有一部分的基督徒 能夠安全地 將福音傳去天下 在聖經裡面也有講到的 因為他們聖過魔鬼是靠羔羊的血 和他們所見證的道 所以呢 在大災難的時期 基督徒依然是得勝的 雖然是會被追殺 但是神是會保守 那聖經也都講到呢 我們受迫伯的時候 不用想著說什麼 因為聖靈呢 到時會指教我們當說的話 那既然會指教我們當說的話呢 聖靈都會指教基督徒 怎樣可以逃難 怎樣可以有食物 或者不需要靠食物 就是祈禱可以保存生命 所以在大災難的時候 基督徒只能夠倚靠神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神就能夠做很大的工作 神就能夠成就偉大的事 也都更新基督徒 在那時候呢 福音要傳遍土天下 傳到很多地方 當然呢 福音應該在大災難之前 傳到很多地方 在大災難的時期 神也都會使用基督徒 能夠他們勝過魔鬼 就是靠羔羊的血 和他們所見證的道 因為在那時候 基督徒是會非常之勇敢 神會帶領他們去哪裡 傳福音帶領他們 怎樣給神使用 給神去保守 所以基督徒是不需要懼怕大災難的 反而我們說 我們要學習倚靠神 親近神 從神得力 怎樣靠著耶穌 隨時討告得力 隨時討告可以經歷神的平安 興省 喜樂 愛和能力 可以有動力 從神而來的 有很多基督徒 他們祈禱的時候 只是將一個清單交給神 這樣的祈禱未必得到很大力量 聖經講到是用心靈誠實來敬拜 就是說整個心靈 整個思想意志感情 和整個靈 去愛慕神 感激神 讚美神 歡喜神 以神為樂 神就將我們心裡所求的賜給我們 神就常與我們同在 就是說一個親近神的祈禱 基督徒是可以得力 基督徒得力 就可以為神作美好的見證 求神幫助我們 不需要懼怕大災難 反而我們預備好 耶穌快要回來 我們基督徒需要預備好 需要靠著耶穌得力 從神有力量 讓我們為主耶穌作美好見證 並且不需要懼怕魔鬼 不需要懼怕 患難 不需要懼怕痛苦 因為神必保守 跟從祂的人 愛祂的人 神會保守 即使是被殺 神都會賜我們力量 賜我們平安 求主幫助我們 用一個勇敢的心 去面對大災難 也都在這個時候 時事 討告親近神 從神得力 讓我們能夠面對 前面的任何的 迫霸和災難 讓我們能夠在 任何的災難的時候 都能夠暫立得穩 從神得力 求主保守我們 不需要怕這個大災難 能夠隨時 做一個勇敢的基督徒 多謝天父 讚美天父 求主保守我們 在這時候我會帶大家 有一個討告 親愛天父 我們看到這個世界 的災難實在 越來越多 我們看到天氣的改變 非常之熱 很大的洪水 有些人說 百年一遇的洪水 但是呢 連年都一遇的 並且一年多遇的 這些洪水 很大的災難 還有很多的熱浪 很多的災難 飢荒 瘟疫發生 我們知道 這個世界實在 時間不會長久的 我們很難想像 十年之後 這個天氣會變得 熱成怎樣 二十年之後 又會怎樣 三十年之後 又會熱成怎樣 就會應驗聖經所說 到時會熱死人 我們就知道 這個世界的時間不多了 還有我們看到 不同的國家 都可以隨時發生戰爭 而聖經說到第二印的時候 從地上奪去太平 再沒有太平 再沒有太平 就是有一天 這個世界上會有大大的戰爭 有世界大戰 世界上再沒有太平的地方 求主幫助我們 靠著耶穌得勝 從神得力 時至親近神 有神的力量 有神的平安 叫我們靠著耶穌得勝 有神的力量 為主耶穌作美好的見證 不要懼怕 不要只顧著怎樣保存我們的錢財 保存我們的生命 因為有一天 這些一切都會過去 但我們靠著耶穌 親近耶穌 遵從耶穌的時候 神就祝福我們的生命 叫我們從神得力 多謝天父 讚美天父 求主加力給我們預備好 迎見耶穌回來 感謝天父 祈禱奉主耶穌聖命 阿門 我的邀請所有 你相信災前被提 或者災中被提的人 你嘗試查考這些聖經 你都去找一下災前和災中被提的證據 讓你找一下 其實他們是沒有直接聖經的證據的 不是用一個先入為主的意見 在聖經裡面 我們從聖經找出答案的 原主祝福你 我可以樂意和你們溝通 你如果想溝通這方面 你可以直接聯絡我 在香港的電話和Whatsapp 地區字頭是 852-9408-8617 地區字頭是 852-9408-8617 祝福你 拜拜 祝福你 拜拜 在香港 我們 stripped來的 我愛賞 我愛賞 我們來的 連聲 都以為 阿倫 我們來的 我們來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